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海军编队如何用小艇击沉大舰 以弱胜强 对南越十号舰展开了一轮致命的攻击 乘胜追击 收复西沙 南越又有新动作 我东海舰队紧急支援遇到了什么难题 这路线的选择可难住了指挥部的所有人 传说中蒋介石为我增援舰艇护航是真的吗 这是中国海军对外海战第一次胜利 档案 南海风云第三集 收复西沙 为您揭秘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九日上午十一点 中国海军与南越海军的激战已经持续了四十分钟了 此时 南越五号指挥舰陈平重舰上 入侵我国西沙的南越海军指挥官何文厄 透过船舱的窗户向外望着 他所看到的一切正一步步地证明 几方的失败已成定居 只见他面色灰白 心情绝望 远处的十号舰已经被打得瘫痪 十六号舰重弹退出战场 而何文厄自己所在的五号陈平重舰 正在被中国海军的271 274号列潜艇猛烈地攻击 其中的一发炮弹 刚好就打在何文厄所在的指挥室附近 这一炮让心情本已十分沉重的何文厄更加绝望 在指挥中心附近重弹之后 这张放着地图的桌子下面 全都是人 舰上无论官知大小 都躲在了这张桌子下面 爆炸过后 指挥室附近找起了大火 看着躲在桌子下面 不肯出来的各级军官 何文厄没有办法 只能自己拿起灭火器去灭火 就在这个过程中 他还被桌子给绊了一下 结果扭伤了腿 关于这件事情 何文厄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这艘船上 全是一群贪生怕死之徒 这还不算 最让何文厄愤怒的是一个负责情报工作的大卫 这个大卫是唯一带相机的人 可这个人自打开战之后 就始终是躲在船舱里 连甲板都没敢上去 整场海战下来 南越方面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 何文厄还没有停止愤怒 就收到了南越四号陈庆余舰的求救信号 他要求退出战场 在274猎潜艇速射火力的攻击下 南越四号陈庆余舰扛不住了 向五号陈平重舰求救 四号舰在五号陈平重舰的掩护下 准备向南端撤出战区 这张海战图是南越指挥官何文厄 在回忆录中所记录下来的 当时的海战态势图 眼看着四号舰五号舰就要逃离 正处于同一战场上的 我海上编队的274艇 难道会任由他们离开吗 其实刚一开战 就被南越四号五号舰 集中攻击的274艇 此时已经重伤失控 无法追击 还要用所剩不多的弹药 掩护卫明森所在的指挥舰 271艇 而此时在战场另一端的389舰 则面临着更致命的危机 1974年1月19号上午11点 389舰舰艇多出重弹 燃起熊熊大火 烈焰直冲天空 而早先推出战场的南越16号 李昌杰舰 在经过短暂的整修后 重新返回战场 营救被打得几乎瘫痪的 南越10号舰 南越16号舰的返回 对我389舰 形成了致命的威胁 现在的局势是 在战场北端 只剩下燃起大火的389舰 和瘫痪的南越10号舰 那么同属396 扫了一件编队的396舰 去哪儿了呢 得知我们要做西沙海战的 系列节目 魏明森之子为西南先生 提供给我们一组 非常珍贵的档案 这是魏明森 在战后整理西沙海战 作战情况时 首绘的海战图 1974年的1月19日 说到五位第一回合 0729表示是7点29分 魏明森曾经从事过测绘工作 所以他的图画的 非常的细致 从几个回合的海战图来看 从7点29分 一直到11点19分 这张图 随着战况的发展 396舰从北面战场 转到了南边271编队这里 这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的战况是 魏明森指挥着271编队 在广京岛的东南方向 对峙南越海军的四号 陈庆余舰和陈平重舰 此时271编队的271指挥艇 85主炮已经完全失灵 而274艇在开战没多久后 就舰舵失灵 炮弹也已经消耗过半了 魏明森所在的海址 马上发出命令 命令396扫雷舰南下 配合271编队打击南越四号舰 五号舰 而在西沙海战结束 36年之后 396舰扫雷舰舰长 左宗毅接受采访时说 当时396舰 还没能等到海址下命令 便主动前去支援271编队 其实当时战场上 炮火轰鸣 据参加西沙海战的战士们回忆 很多战士的耳膜 已经被炮火震破了 所以听不到声音 也完全是有可能的 虽然援助389舰 是396舰的自主反应 但这正好与海址的命令 不谋而合 396去支援271编队了 此时战场的北端 只剩下了受伤严重的389舰 和快要瘫痪的南越十号舰 以及返回战场的南越十六号舰 此时的389 面临着致命的危险 作为此次西沙反击战 海上总指挥的魏明森 在271艇上看到这一幕后 马上命令396扫雷舰 与271 274猎潜艇 一起合力迎击南越十六号 礼长截舰 刚一接火 十六号舰再次重复了南越舰队 最常见的一个动作 掉头就跑 只见他沿着原路迅速向西 怎么来的又这么回来 魏明森心里明白 虽然南越十六号舰 已经退出了战场 但是389扫雷舰的危机 并没有解除 因为魏明森远远地看到 389舰已经被笼罩的一片 烈火和浓烟中 在噼噼啪啪的爆炸声里 他的舰手已经上轿 舰尾开始下沉 后甲板已经淹没在了海水里 一切迹象都表明 389舰极有可能沉没 现在的当务之急事 赶紧抢瘫登陆 这一点魏明森很清楚 而身在389舰的舰长萧德万 也很明白 389舰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边缘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段录音 来自时任396扫雷舰编队指挥 左宗毅 左宗毅当时就在离389舰不远的396舰上 按照389舰当时的情况 再不及时搁浅 随时都会面临着沉船的危险 此时必须得搁浅登陆 地点就选在距离战场最近的 称航岛 紧接着389舰在舰长萧德万的指挥下 向着称航岛抢瘫登陆 这张照片就是389抢瘫成功 搁浅在称航岛附近海域时所拍摄的 从照片上看 389舰所搁浅的位置距离称航岛的岸边 不算太远 但是从船上到岸边的这段距离 是需要战士们游过去的 就是这短短的一段距离 耗尽了389舰上战士们最后一丝体力 11时50分 这艘冒着熊熊大火的389舰 在岛上渔民和民兵的帮助下 与称航岛抢瘫登陆 此时距离战斗开始 已经过去了一个半小时 在撤离389舰前 舰长萧德万 命令战士们搜寻受伤的战士 以及牺牲战士的遗体 看着自己的舰船起火 站在岸边的萧德万 一句话都说不出 虽然南越16号舰再次退出战场 南越5号舰掩护4号舰撤离 但是海战还远没有结束 海面上还剩下南越10号舰在原地征扎 为了防止南越10号舰逃跑 我海上舰队正在紧张地准备 火箭式深水炸弹 势必要将南越10号舰击沉 现在使用火箭式深水炸弹 其实是魏明森不得已的决定 深水炸弹本来是一种攻击潜艇时所用的炮弹 此时如此近距离的攻击 无疑是最后一波 南越10号舰垂死挣扎 南越和文恶为何不援救 而是掉头就跑 只知向天祈祷 拜托拜托 下点雨吧 我海上281编队 为何开站一个多小时才匆匆赶到 南越10号舰如何被我海上编队最终击沉 档案继续揭秘 让魏明森下定决心使用火箭深弹的原因 就一个 抢石舰 虽然南越三舰已经渐渐地使出了战场 但如果此时不迅速击沉南越10号舰 南越的舰队就会发现我方的战斗力薄弱 那么南越三舰必然返回 当时距离最近的274猎潜艇重伤 主炮弹药已经全部打光 271396虽然只是负了轻伤 但是在弹药消耗方面 魏明森所在的271猎潜艇开战20分钟之后 85毫米主炮就出现了故障 而396早雷舰 弹药也已消耗大半 如果让南越舰队再次返回战场 那么后果将不堪设计 所以魏明森果断下令 使用火箭升弹 大火力进攻 迅速击沉南越10号舰 红色箭头所表示的就是高速 从战场的东面驶来的281编队 281 282两艘新型国产037型列舰艇 艇上的配备各有两门武器炮 虽然口径小 但火力强劲杀伤力大 因为何文厄看到中国援军有如此的装备 下令南越三舰迅速撤离 不仅如此 何文厄对于他的逃跑路线还颇费了些心思 从这份摘自何文厄回忆路的海战示意图中 我们可以看到 何文厄他首先是选择从东南方向逃跑 也就是菲律宾的方向逃 转而再向西逃跑 也就是南越的方向逃 那么何文厄为什么不直接选择往西跑呢 何文厄在下一页做出了解释 我向东南走的目的是为了避免 再回县港的路线上 被中国的Romeo和Whiskey级潜艇伏击 一旦驶入公海 如果遭到敌机或潜艇的攻击 根据国际海洋救援公约的精神 美国盟友更可能容易地救援我们 选择这条撤退的路线 一是何文厄 怕受到中国军舰的伏击 二是他还惦记着 美国人能以盟友的身份 实以援手 现在我们知道 当时南越撤退的时候 美国并没有以盟友的姿态 实以帮助 接着他还说道 如果我们未被攻击 到菲律宾苏比克湾 进行维修后回国 也是高层可以接受的 心里打着算盘的何文厄 带着南越的三艘舰逃跑了 只留下了南越的十号 怒涛舰被远远地落在后面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何文厄在撒鸭子逃跑的时候 第一时间干的事是求神拜佛 他虔诚地向南越海军军神 陈兴道祈祷 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说 拜托拜托 下点雨吧 这就怪了 跑都跑了 中国舰艇又没有追着他 求雨 这又是想干什么呢 何文厄战后在回忆录中说 他祈祷下雨 是担心中国航空兵前来增援 希望下雨可以降低能见度 以防止空袭 当时中国空军的确派出四架飞机 前往西沙群岛支援 可惜的是 因为燃油耗尽 我军前来支援的飞机 在西沙海域上空巡逻 没有几分钟就返航了 但是也就是这短短的几分钟 也让南越官兵内心十分恐惧 因为此时一枚炸弹 就在何文厄所在的指挥中心附近 爆炸了 通信天线被炸毁 与南越空军的联系也断了 在绝望中 他下定决心 逃了 逃跑时和文厄担心 我海上编队的空军 会来空袭 可是没想到 真正让他们害怕的 是这支对西沙海战 起着决定性作用的 281编队 可让人疑惑的是 这支决定性的力量 为何在开战一个多小时之后 才匆匆赶来 1月19日早上8点40分 西沙海战开战前一个半小时 位于永兴岛的281舰的报复班长 打开了电台检查 突然听到南海舰队正在紧急呼叫 呼叫的内容是 紧急命令281编队 持赴珊瑚海域 接受海上指挥所命令 呼叫来自广东湛江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 南海舰队司令部 发报员从凌晨两点钟开始 就不停地呼叫 停靠在永兴岛的281编队 呼叫已经整整持续了 六个小时 直到战斗即将打响 呼叫还在继续 可是永兴岛那边 还是一片安静 难道是281编队 离战区太远了吗 其实永兴岛距离 西沙海战的战场 仅四十海里 大约七十四公里左右 也就是两三个小时的路程 提前一天已经赶到 永兴岛的281编队 早就做好了战斗准备 只要是收到命令 马上就能奔赴战场 那为什么已经处于 临战状态的281编队 会没有收到信号呢 原因就出在这儿 因为按照当时海军的惯例 舰艇只要一靠岸 便会立即关闭电台 而由码头上的电台接管 主要原因还是由于燃料 电台只要开着 就得消耗舰艇上的燃料 那个时期燃料是十分宝贵的 因此舰艇只要一靠岸 电台马上就关了 这情报自然也就收不到了 直到1月19日早上8点40分 281舰的报务班长 打开电台检测的时候 才收到了这封 已经呼叫了六个小时的电报 收到消息之后 281编队全速赶往永乐群岛 在魏老绘制的这张海上第三博 经过要途中 可以看到281编队赶来的方向 我们按照魏老手绘的这张图 为您还原了我海上舰队 与南越10号舰惊心动魄的博弈过程 1974年1月19日上午11点49分 韦明森所在的海上指挥所 立即向281编队发出南越10号舰方位 要求281编队抵近射击 速战速决 接到命令后的281编队 调整好航向 加速朝10号舰冲来 上午12时12分 281两艇抵达南越10号舰右舰后方 距低550米 顺航向开始第一次冲击 航速20节 战士们快速送弹压弹 四门武器炮对10号舰进行速射 10号舰舰体及上级舰中不断中弹 燃起大火 281距低300米 速度减至15节 逆航向10号舰发起第二次冲击 南越10号机舱中弹起火 完全丧失动力 281编队随即调转航向 在距离南越10号舰右舰后方200米处 瞄准水线向10号舰发起第三次冲击 在不到18分钟的时间里 中国海军281编队的两艘猎潜艇 向南越10号舰发起了三轮攻击 发射了1700多发炮弹 最终南越10号舰的弹药库被命中 连续爆炸 南越10号舰已经不能保持航行状态 开始下沉 用两个小艇击沉南越10号舰 这无疑是西沙海战取得的重大胜利 对于这次胜利 我们很荣幸地得到了一份珍贵档案 魏明森有记日记的习惯 我手中拿的就是 魏明森的镇中日记 封面上写着 西沙群岛反击战斗镇中日记 下面写着 1974年1月于西沙前线 这是魏明森之子 魏西南先生提供给我们的 这是魏明森首会的作战示意图 在这里表明是干掉了南越10号舰 时间和地点都标注得非常清楚 从准备部署一直到战后的战术总结 都记录得非常详细 对于这次能够击沉南越10号舰 其实在开战的前一天 就已经有了正确的部署 这儿有记录 1974年1月18日17点30分 还只开会 这是开战的前一天 这里面第二点记录了 明天部署行动方案和目的 如果打起来 我们只有插进去 打近战和敌拼 不是鱼死 就是网破 有了对敌我状况的充分了解和正确部署 加上鱼死网破的决心和勇气 我海军编队的胜利 其实已然注定 南越10号舰被击沉 中央军队决定乘胜收复西沙三岛 南越阮文哨又如何挣扎 为了捞回面子 阮文哨又有了新动作 面对阮文哨挑衅 我东海舰队紧急支援 又遇到什么难题 这路线的选择可难住了指挥部的所有人 答案继续揭秘 海战结束的一个小时之后 振奋人心的电报 被送到了远在北京的总参作战室 南越军舰一艘被击沉 其余各舰被击伤后逃跑 人民解放军 在这次海战中取得了胜利 坐镇中央军委 指挥西沙海战的叶剑英和邓小平 在得知胜利的消息后 又作何反应呢 邓小平一直比较平静 而叶剑英 在得到前线传来的胜利的消息后 非常兴奋 连声说道 打得好 打得好 兴奋过后 作战室内的情形又变得紧张起来 前线虽说没有再次发生战斗 但是当天的下午和晚上 叶剑英一直就守在指挥室里 他担心西沙海战再出现什么新的情况 那天晚上他连饭都没有吃 只是用了几块点心冲击 叶剑英和邓小平等经过研究决定 要乘胜追击扩大战果 并报告毛泽东批准 随后 叶剑英和邓小平向广州军区发出命令 坚决收复被南越侵占的 甘泉 珊瑚 金银三岛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拍摄于1976年的电影 《南海风云》 在这部电影里 对收复西沙三岛的历史 进行了完整的还原 1974年1月20日 早上4点30分 中国人民解放军 注重海陆空三军和民兵 按原定计划 发起了收复三岛的登陆战 岛上失去海军支援的南越军队 实际上已经成为梦中之鞭 9点35分 中国陆军和民兵 分成海军匹艇和渔轮 在空军和海军的支援下 向被南越侵占的西沙岛 发起进攻 一举收复了金银岛 甘泉岛 以及被南越侵占了 18年之久的珊瑚岛 五星红旗 五星红旗再次插上了三岛的最高处 至此 西沙群岛完全收复 从登岛作战开始 中国人民解放军前后只用了四个小时 就成功收复了三岛 实际战斗时间 用了多少呢 十分钟 中国人民解放军 登上甘泉岛后 甘泉岛上的南越官兵 便纷纷缴械投降 紧接着 珊瑚岛上的南越官兵 一开始还在抵抗 待解放军强占摊头后 便完全放弃抵抗 举手投降 金银岛的南越军队 见其他两岛已经被解放军收复 纷纷逃跑 在收复甘泉岛和珊瑚岛 以及金银岛三岛登陆作战中 中国军队俘虏南越军队 范文红少校及官兵 共四十八人 至此 西沙群岛被完全收复 西沙自为反击作战 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战士们纷纷在各自英雄的舰艇上合影 他们要永远记住 这历史性的一刻 这张照片是魏明森在接受记者浩然的采访室所拍摄的 从照片上可以看出魏明森的嘴唇上起了大大的血泡 据魏明森回忆 他和战士们二十多天没有洗澡 每天早晚 每人就领一茶缸子水 刷牙洗脸都用它 条件艰苦战士紧张 就起了血泡 这张照片是拍摄于1974年2月5日 距离西沙海战结束16天了 可是他嘴上的血泡呢 还都没有消下去 因为南岳并没有就此 善罢甘休 面对失败的结局 南岳总统阮文绍不甘心 为了捞回面子 阮文绍又有了新动作 1月20日下午 也就是西沙三岛刚被收复 阮文绍就派出了美国 留给他们的另一艘大舰 麒麟舰搭载了一个营的兵力 支援珊瑚岛 我海上编队和广州军区空军 早已经派出了军舰和作战飞机 展开迎击态势 南岳当局经过19日 海战的较量害怕麒麟号舰 此次增援有去无回 只得在该舰距西沙永乐群岛 四十多海里的海域时 下令返航 一会增兵 一会返航 阮文绍够纠结的 但他还不甘心 他派出六艘军舰 从县岗驶向西沙群岛 同时他又派出两艘驱逐舰 增援县岗 同时下令该地区的 海陆空三军全部参战 最后阮文绍使出绝招 请求美国第七舰队援助 就在阮文绍上船下跳的时候 中央军委早在19日 就做好了应对的部署工作 西沙海战爆发前 时任我海上编队司令员张元培 就给中央和海军写报告 要求调东海舰队舰艇增援 1974年1月19日 中央军委批准了张元培请求 集调东海舰队505号昆明舰 506号成都舰和508号衡阳舰 三艘导弹护卫舰南下增援 三艘舰均为成都籍6601型护卫舰 舰长91.5米 宽10.1米 吃水3.12米 满载排水量1460吨 航速28节 配备一座双连装上游反舰导弹发射装置 三座100毫米单管舰炮 两座37毫米双管舰炮 用通俗的话说 三艘成都籍的护卫舰 不仅在吨位和速度上 与南越的四号舰 五号舰不相上下 在火炮的威力上 也占据着一定的优势 增援的军舰有着落了 可是东海舰队的三艘舰 该怎么走 这路线的选择 可难住了指挥部的所有人 路线该怎么走 叶剑英和邓小平分析了局势 心里也都有了谱 但是最后的主意还是拿不准 邓小平手里拿着一份电报 乘车匆匆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 想要请示毛泽东该怎么办 去之前 叶剑英和邓小平彻夜分析着战况 这次不能按照原路走了 可是新路线有没有走过 老路线是什么呢 老路线就是 每次从东海到南海都绕道 走琉球群岛 经过太平洋再过巴士海峡 以前从东海到南海的军事补给 换防都是这么走的 整个航行的路线都是绕过台湾岛的 但是这次西沙海战告急 从巴士海峡通过的话 路途远风浪大用时长 战场上耽误一分钟 后果都不堪设想 该怎么走呢 从东海直接通过台湾海峡 无疑是最为有效的途径 可是当时经过1965年 巴六海战和崇武以东海战后 台海关系十分紧张 能这么走吗 新老路线如何选择 毛泽东做了怎样的指示 毛泽东 沉思片刻 之后他大手一挥 一字一句地说了三个字 传说中蒋介石为我东海增援舰队护航 真相到底是什么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看完了由邓小平成帝的电报 和分析报告之后 毛泽东沉思片刻 之后 他大手一挥 一字一句地说了三个字 直接过 毛泽东给予了直接过的指示 总参接到指令后 马上下令 东海舰队直接通过台湾海峡 但是 对于能否顺利通过台湾海峡 其实大家的心里都没底 因为事件的另一个当事者 台湾当局是什么态度 谁也不知道 而近两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 据说当时蒋介石得知南越当局派兵闯入西沙海遇事 当机拍案说 中共不出兵 我出兵 在1月21日 台湾有关方面将一份电报递交给正在阳明山养兵的蒋介石 电报上说 大陆海军护卫舰三艘 清真抵达我东云岛一侧 要通过台湾海峡 问蒋介石要怎么办 蒋介石看了报告 只说了一句话 西沙战事紧啊 就此 台湾军方心领神会 那天晚上 东海舰队驶入台湾海峡 而国民党军舰就停在不远处监视着 当东海舰队靠近时 所有国民党军舰打开探照灯 直射东海舰队前方的海面 为东海舰队照明 以便通过 东海舰队三舰通过台湾海峡南下 的确没有受到国民党军队的阻拦 但据此就说是 台湾军方放行 实在是不靠谱 仅台湾方面打开航标灯 护航这一行为 就完全不可能 我们先来了解一个地理概念 台湾海峡 台湾海峡是指台湾与福建之间 一条城东北西南走向的 峡窄水道 它长约370千米 北窄南宽 北口宽约200千米 南口宽约410千米 最窄处约130千米 什么概念呢 130千米宽的航道上 打开岸上的航标灯 这就如同从北京的天安门 看天津海河上的灯光一样 不靠谱 更何况舰船航行靠的是雷达导航 又不是开汽车 灯光基本用不上 那么当时真实的情况 又是什么样的呢 通讯出的电台 滴滴滴滴滴滴响个不停 电报一封一封地 从船地箱被吐了出来 然后迅速地用密码本进行翻译 1月21日是西沙海战之后 电报最多的一个夜晚 这些电报全都是来自于 台湾海峡沿岸的雷达观测站 1月20日 东海舰队的三艘原舰 已经从舟山基地出发了 计划于21日夜间 秘密通过台湾海峡 据海军情报处的值班人员回忆 当时为了保证行动的有效隐蔽 三艘舰艇在通过台湾海峡的时候 全部实行灯火管制 电报只收不发 那么如何才能保证航行中 三舰的航向呢 这就要靠沿海的雷达站 来测定方位 然后通报给南海舰队司令部 实行陆地指挥 三舰通辖全部的行程方位 直接报给舰队司令部 一切都在紧张有序的进行中 参与了西沙海战情报破译工作的李兆新 在战后回忆时 曾用一句话 概括了自己当时的心情 不怕三舰死在西沙战场 就怕战胜牺牲在台湾海峡 当时三艘导弹火卫舰全都是炮弹上膛 沿岸的所有部队也都进入了高级别战备状态 犹如是箭在弦上 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中 如果真的像有些人传说的那样 国民党兵打开照明灯 前来护航 恐怕还没开个跟前呢 就得被东海舰队的炮弹 给打回去 东海三艘原舰按照陆地指挥前行 静静地以每小时18海里的速度 驶向马祖岛以东海域 晚上9点27分 东海舰队三艘原舰通过东阴岛 以东数千米以外的海域 此时东阴岛却静得出奇 岛上守军毫无察觉 最后东海舰队三舰 又在马祖岛以东26千米外 静静驶入台湾海峡航道 当晚3点35分 东海舰队驶过金门以东海域 顺利通过台湾海峡 据当时参与这次行动的 艺电员李肇新回忆 当看到东海三艘原舰 顺利地通过台湾海峡之后 南海舰队的司令员 张原培兴奋地说 毛主席英明 老蒋还算开明 在张原培看来 有了东海舰队的支援 西沙海战 我们必胜无疑 此时中国海陆空三军 已经进入到临战状态 随时应对南越的挑衅 之前不断叫嚣的阮文哨心里明白 再打只能是败得更惨 于是不得不做出了 应避免下一步同中国作战的决定 掩其息骨 缩了回去 关于西沙海战的后续报道 有外国媒体报道说 281编队射杀了南越10号舰上的 落水官兵 对此 当时担任海上编队总指挥的 魏明森将军 在生前接受采访的时候 予以了否认 魏明森强调 当时的防空压力很大 需要赶紧收队 除此之外 上级有命令 1974年1月19日 南越10号 怒涛舰被击沉一个多小时以后 消息传到北京总参作战室 叶剑英同邓小平等商议后 立即发出命令 我军舰艇立即疏散 防止敌舰报复袭击 一有情况立即集中 打击敌人 当时上级要求我海上编队紧急疏散 一是武器弹药已经所剩不断 二是担心南越舰队返航 因此我海上编队根本就没有杀害俘虏的时间和条件 那么这些战俘虏到底去了哪里呢 1974年2月27日 中国政府将西沙战斗中俘获的范文宏等48名南越官兵 从广州全部释放遣返 西沙海战至此完胜 1974年1月19日 南越战败之后 阮文绍有一件事一直没能明白 那就是他为了挽回面子 在战败当天下午就一边增派舰支 一边请求美国第七舰队援助 阵仗拉得是足够大 但是美国人却对阮文绍毫无回应 阮文绍不明白 原来的老大为什么在最关键的时刻 抛弃自己呢 归根结底 阮文绍当时判断了中国的局势 判断了自己的局势和实力 可他却偏偏没有算清楚当时的国际形势 1969年1月 尼克松入主白宫后 试图调整美国在亚洲的政策 改善中美关系 尼克松认识到 建立具有长期性战略性和持久性的中美关系 很有必要 1972年2月21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到达北京 对中国展开连续七天的访问 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了尼克松一行 1972年2月28日 中美两国发表了指导两国关系的中美联合公报 所以可想而知 如果美国第七舰队援助南越 这不仅与尼克松访华的意图相反 而且 这么做的话 美国是在踩自己的脚 即便到今天 美国对于南海诸岛礁的归属 都不曾表达过立场 1974年的西沙海战 是中国为了维护领土和主权 而进行了一场正义的战争 在远离地的海域 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 中国海军官兵灵活的英勇战术 英勇奋战 最终击溃敌人 收复西沙群岛 这是中国海军第一次海上争来作战 取得胜利 今年是西沙海战胜利40周年 我们不会忘记当年 在西沙海域与南越品次到的战士们 不会忘记 为了守卫西沙群岛 献出生命的18位烈士 今天在位于西沙银行岛的 永乐自卫反击作战烈士陵园 屹立着英雄纪念碑 在烈士的灵碑上刻着他们的名字 冯松柏 周西通 曾端阳 王陈芳 江广有 王再雄 林汉超 文金云 黄友春 李开勇 郭顺福 郭玉东 杨松林 罗华盛 周永芳 曾明贵 何德金 石造 英雄的封碑依然屹立 中国海军 保家卫国 英勇献身的精神 一脉相承 中国对南海的主权没有争议 南海领土上 树立着中国的主权杯 五星红旗 高高地飘扬在中国领海上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